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旅游频道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东方蜘蛛香港 香港有许多著名的景点,让人流连忘返 在这期的视频中,我们会介绍十个必去的香港旅游景点 让大家在旅游时更好地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 1.香港迪士尼乐园 香港迪士尼乐园是亚洲第一个迪士尼乐园 拥有多个主题区,包括彼得潘、小熊维尼等等 这里不仅有许多刺激的游乐设施,还有美食和表演秀 是一个适合全家大小的旅游景点 2.香港太平山顶 太平山顶是香港最高的山峰 这里的夜景十分迷人 可以俯瞰整个香港的美景 除了欣赏夜景外,这里还有许多美食和小吃 非常适合晚上来这里散步和品尝美食 3.维多利亚港夜景 维多利亚港是香港的著名地标 夜晚时分,这里的夜景更是美不生收 游客可以搭乘渡轮,在海上欣赏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还可以看到著名的甘诺道中 是拍摄维港夜景的绝佳位置 4.大雨山天坛大佛 天坛大佛是全球最大的户外青铜佛像 高达34米,非常壮观 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参拜祈福 还可以欣赏美景和登上大佛顶端 感受高空俯瞰的震撼 5.中环 中环是香港的金融中心 这里有许多高楼大厦和商业楼宇 除了商业气息外 这里还有许多著名的景点 如香港艺术中心,中环码头等等 都值得游客前往参观 6.香港公园 香港公园是香港最古老的公园之一 建于1851年 这里有许多绿树成印的小景 喷泉和花园 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一个好去处 7.立法会大楼 立法会大楼是香港政府的立法机构 这里的建筑设计独特 是香港的著名地标之一 游客可以参观立法会的议事厅和展览厅 了解香港的政治制度和历史 8.蓝贵方 蓝贵方是香港的著名夜生活区 这里有许多酒吧和夜店 是年轻人聚会的热门场所 除了夜生活 这里还有许多著名的餐厅和小吃店 是品尝香港美食的好去处 9.香港海洋公园 香港海洋公园是香港另一个著名的主题公园 这里有许多水族馆 游乐设施和表演秀 适合全家大小的游玩 这里还有拥有世界最大水族箱的海洋公园顶峰 可以一览无遗的欣赏海底世界的美丽 10.红看海底隧道 红看海底隧道是香港的一条地下公路 这里可以步行穿过隧道 欣赏海底世界的美景 非常适合家庭游玩 隧道中有许多观察窗口 可以看到鲨鱼 海星等海洋生物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10个壁区的香港旅游景点 希望大家能够在香港的旅行中 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如果您还有其他好去处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